想要觀點來評觀點 歡迎收看 偽漢觀點 高雄就要舉行罷免投票了 很多人最近都在問 這個罷免到底是怎樣 會過還是不會過 今天的偽漢觀點跟大家在 選前講真心話 我覺得罷免很可能會過的 罷免這個事情很可能會過的理由 等一下跟大家講 不過我們今天的主題叫做 罷韓物極必反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高雄罷韓 今天這樣子的一個情勢 看起來非常容易會過 蔡總統他都呼籲要投票了 有沒有 黨選舉跳出來呼籲大家去投票 當然我們必須要幫蔡總統說一句話 其實應該是蔡主席 因為發佈 發佈這個呼籲的身份是主席不是總統 所以叫大家去投票 不是說叫大家去罷免韓國瑜 民主的制度去投票 這個部分我是贊成 可是當然 韓國瑜都已經跟韓粉獎不要投票了 所以現在此刻 呼籲投票等同罷韓 這個也是事實 這個大家也不用爭論 那吳一農也都跑去高雄了 那現在是6月 紀念228 也跑去遊行了 然後呢 這個法務部備用logo 都可以原諒了 高鐵的這個打折呢 車也都開了 然後還有這個趙天麟 民進黨高雄市的黨部主委 幾萬通簡訊也都發出去了 加上年輕人大返韓 還要開出這個陪媽媽專車 是啊 這個我也覺得 替這個台南跟屏東的媽媽覺得有一點這個暴群 高雄的媽媽有小孩陪 台南跟屏東的媽媽不用 那正好 小孩回去陪媽媽還不用陪一整年 就陪這個禮拜 66號 那麼剛好 當然 它就是因為罷韓 所以呢 剛剛我所講的 包含了民進黨中央 包含了年輕人的態度 包含了我們的政府機關 所謂的罷韓國家隊 所以有這麼多的因素夾在一起 罷韓怎麼會不過呢 在2020年的1月11號那一天 高雄市的名義是什麼 高雄市有109萬人投給蔡總統 109喔 那韓國瑜呢只有61萬 所以呢 109萬沒有投給韓國瑜的人當中 你只要拉一半出來 在禮拜六出來投票的話 基本上呢 就很接近這個跨過一半的門檻了 韓國瑜的策略就是 我的制度都不要來投降低投票率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 在我們的選舉罷免法 這個修正之後的心智啊 就是沒有那個投票率 必須過半的那個門檻 以前的門檻很高啦 所以罷免幾乎不可能 我跟大家講 黃國昌的立委罷免案那一次 他的投票率呢是27% 他是過25%的喔 但是罷免黃國昌的 總投票人數比例是19 雖然罷免比反罷免還多 可是沒有超過1%就沒有過 但是他總投票率是27%的 所以這一次禮拜六 後天如果說投票率超過25% 而票票入軌全部罷免的話 韓國瑜就很可能被罷掉了 所以這個先跟大家講 我是覺得 現在的這個情況是很可能會過的 我前幾天有訪問高雄市的副市長 葉匡時 他也講得很無奈啦 他說 其實這一年半以來 全國性的媒體 在談高雄的時候 大部分談的都是 韓國瑜喝酒啦 韓國瑜睡覺睡覺中午啦 一堆的這個 所謂的黑韓產業鏈的一些相關新聞 也有挺韓的 韓粉喜歡韓國瑜 動筆聊歌 動筆聊節 但是高雄市政被提到的非常少 包含了高雄市現在 非常多的這個國中國小 教室裡面有裝冷氣機 空氣清淨機 以前沒有啊 然後雙語教學 繼續拓展 那陸屏燈亮水溝通 李四川做的 那這一次 前前兩個禮拜的這個 高雄市的大雨 都有積水 很快就退 退完之後沒有天坑 像這些事情其實基本上 不能說韓國瑜做得多麼好 然後以前前市長陳群沒有做好 如果輸了水溝之後 沒有制洪池的話 要退水也不容易 所以這個市政是延續的 我跑市政新聞 跑正正新聞 我的看法一直都是這樣 台灣的藍綠是延續的 其實藍綠都有好人才 不然的話我們台灣怎麼繼續運作下去 以這次高雄來講就是嘛 如果沒有陳群做制洪池 那李四川把水溝挖通之後 那個水也沒地方排 所以其實韓國瑜應該感謝陳群有做制洪池 而陳群其實也應該要肯定韓國瑜跟李四川 有把高雄的路鋪平 有把水溝清得通啊 那你說有可能嗎 絕不可能嘛 因為在台灣其實政治就是仇恨 仇恨比愛來得更廉價 仇恨比愛來得更容易拿到選票 你可以不愛我 因為讓你愛我其實相對困難 但是我想辦法讓你恨我的政治對手 你不見得喜歡我 但是因為你很討厭他 所以你自然就不會投給他 那個票就跑到我身上來了 這就是台灣的政壇的實路 而這一次的投票呢也是一樣 它是個仇恨動員 剛剛所講的高雄市政 這件事情在這一次的罷免投票當中呢 看起來無關緊要 討厭韓國瑜或不討厭韓國瑜 才是唯一的標準 至於韓國瑜有沒有把高雄市政做得不錯 那我先不管啊 我光是看他去選總統 我就脫下死啊 快跑啦 我就要把他給趕走了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基本上呢 是不可逆的 我剛剛已經跟大家講了 以這個形式看起來 民進黨都已經動員了 然後年輕人都已經返鄉了 吳亦農都已經遊行了 政府機關也都講了 陳時中都講內心希望 這個檢疫的人可以投票了 這是一條邊 一條龍 這是全面的要這個殲滅韓國瑜 所以 如果後天開出來的票 韓國瑜他是被罷免成功 我一點都不會覺得意外 在這裡先跟大家講清楚 不要說事後諸葛 大家過了以後又改變手法 我從不改變手法 我有可能預測錯 但是呢 我不會亂講 或者說跟你講 我不相信的話 但是呢 所謂物極必凡 通過之後又是另外一個場景 什麼意思 因為我剛剛講了 韓國瑜跟他的市政團隊 其實並沒有不認真做市政 今天並不是因為這個市長貪污 這個市長開車撞死人 這個市長這個多麼的匪淚 然後又怎麼樣有這些 這個臭不可聞的這些醜聞 不是 是因為這個市長討論一遍 好那現在問題就會回到一個點 民進黨中央發了新聞稿 呼籲大家出來投票 可是這個基礎 民進黨從以前到現在 從現在到未來 有沒有辦法保證沒有任何一個公職人員 類似韓國瑜 這個公職沒有做完去選另外一個 能保證嗎 那如果不行 你現在參與叫大家投票的時候 你會增加將來別人對你的態度 就這麼簡單 韓國瑜被罷免 一旦成功 對韓國瑜來講 他可能是一個人生上的挫敗 但他可能也不怕太多挫敗啦 因為他早就是從挫敗中走過來的人 本來是立委 後來失業賢富在家 在雲林辦學 然後好不容易有個北農總經理 還被逼到 也就是新潮流嘛 所以我說這個韓國瑜跟新潮流 這個薪酬舊恨了 離開北農總經理 你想看看那個時候 被所有的這些台北市議員逼 被很多人罵 然後呢最後離開 黯然離開了北農總經理的位置 那時候多慘 如果沒有那個慘 怎麼會有後續的寒流 所以今天韓國瑜在後天 如果一旦被罷了 我常講物極必反 兩個物極反 第一個就是說 韓國瑜會不會被逼到谷底以後 原本已經是趴在地上了 反而又拉回了政治行情 為什麼 因為韓粉會同情他 你不要以為沒有人支持韓國瑜 有五百五十萬人支持他 五百五十二萬在這一次的選票 換算成投票比例的話 各位網友 是百分之三十八 我剛剛講的那個就是關鍵了 現在韓粉都在忍 因為韓國瑜叫大家忍 不要吵鬧 不要出來 不要去對抗 不要激化 但是禮拜六之後 如果罷免案過了 韓粉就不忍了 民進黨現在不演了 韓粉不忍了 他會跑出來瘋火連天 我舉鳳山為例就好了 高雄市的鳳山 這個選舉人 二十九萬 那大家談論罷免到現在也很清楚了 現在的規定就是四分之一以上罷免成功 所以二十九萬的鳳山 如果要罷掉鳳山的民意代表 比如說立委或者議員 七萬多票就可以了 告訴你 2018年韓國瑜那一次 贏了陳其邁 八十九萬那一次 他在鳳山拿了十一萬票 今年的一月 狂輸給蔡總統兩百六十五萬票的韓國瑜 在鳳山已經大倒退 只剩八萬二 那也有八萬二啊 八萬二比七萬多還多了一萬票 也就是說 這個韓國瑜的罷免案很可能過 過了之後 接下來呢 將是物極必凡的開始 將是全台瘋火連天 冤冤相暴 無限輪迴的開始 韓國瑜被罷免這個事情呢 會引來兩個後果 第一個是韓國瑜支持者 他會有仇恨感 我也要用同樣的方式 我要去開專車 我要去用法務部LOGO 我要去送這個洗手衣 你都不能對我糾舉 你也不能說不原諒我 因為你以前都原諒別人 我也要這樣做 然後呢 我要去提罷免 會有很多的罷免案出來 不一定都會過 但是 會瘋火連天 這就是物極必反的開始 因為韓國瑜的這件事情 其實他是一個仇恨動員 對於韓國瑜的討厭不討厭 但我也必須回到 我們民主的機制就是 鼓勵投票其實我覺得是沒問題的 但是因為這一次民進黨的涉入是非常深的 所以當民進黨涉入非常深的時候 這一些認為 我並不支持罷免韓國瑜的這些反對者們 他們就會把他們的恨跟情緒 投射到罷韓以及蔡總統還有民進黨的身上 罷韓 物極必反 過跟不過 其實禮拜六會有答案 我認為很可能過 但萬一如果不過 那也是物極必反 因為這一些剛剛所講的事情 罷韓國家隊 做太超過 高雄市民 其實也不見得會喜歡的 那禮拜六 罷韓的結果就會出來了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 這個結果 禮拜六以後 下禮拜我再跟大家分析 就是這個禮拜的 尾案觀點 也請大家訂閱我們 評觀點頻道 我們下禮拜 再見